女儿见饼干妙伸手。修杰凯严肃一句话布布立刻放弃,网友大赞,家教超成功。 修杰凯与贾凯文婚后甜蜜生下两个女儿布布及B.O.妞,一家人常常闹出不少有趣的事情,尤其布布来到非常爱讲话的年纪,常常让修杰凯哭笑不得。 修杰凯文带女儿布布,B.妞参加妈妈是超人3,120的生活备受关注,近日曝光了一段修杰凯与二女儿相处画面,让不少人大赞家教很成功。 根据Easy Today星光云报道,影片中布布与B.妞看到摄影师递出了一块饼干,一开始修杰凯在帮B.妞穿袜子,布布看见饼干非常想要拿,B.妞见状后也跟了过去,两个可爱女儿就这样张着大大眼睛想吃饼干,更忍不住伸双手,不过两人还是先转头看了爸爸一眼,没想到。 修杰凯看见后则是收起了笑容,一个眼神极严肃一句话问两姊妹可以吗?让布布及B.妞立刻打消了拿饼干的面头,只见修杰凯坐在不远处凝视着她们, 布布和B.妞妞最后缩起手回到了修杰凯的身边,成功抵挡了饼干的诱惑。 不少网友看了都大赞布布和B.妞妞相当乖巧,也对修杰凯的教育方式赞誉有加,其实贾净文之前就说过修杰凯在家中是最严格的, 有时候变脸还会吓到女儿,布布还会撒娇说爸爸不要生气,布布会害怕,某几次修杰凯也发现到自己真的太凶,最后还会安抚女儿,也都还在寻找最适合的教育方法。 不过修杰凯一个眼神就让女儿乖乖放弃,可见也是有一两把刷子的。 爸爸的凝视真的很可怕啊哈哈哈哈,布布跟B.妞妞真的看了好疗愈。